民主进步党全台巡回举办的反滥权护民主街头宣讲行动 花联厂四次由花联先议员张美惠服务处来承办 那么今天上午就在花联市重庆市场街头来开讲 地方党公职也都特别到场助讲 呼吁民众关心切身议题 支持行政院提服议案 让国会滥权法退回重审 先议员张美惠服务处6月19号上午在花联市重庆市场前 街头宣讲 张美惠指出立法院蓝白联手强行通过违背民主的法案 今天正在街头是要告诉大家 请大家支持行政院复议案 让国会滥权法退回重审 我们支持行政院提出复议案 我们要反对滥权的国会 那因为这一件事情通过的这些法案 对人民的权利 对人民的隐私权 对整个民主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们要让乡亲知道 我们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我们反对是滥权的 是扩权的 把立法院把立法委员都当成法官检察官 甚至调查官这样子的一个职权 扩张到无限 我们反对这件事情 我们要让乡亲知道 立法委员的职责审议案审法案 但是一定要有行政程序 要有程序正义 让每一个案子都要经过实质的讨论 充分的讨论 让这个法案的一个合乎程序的通过 这个才是我们所支持的 让所有的乡亲能够了解 我们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反对滥权的国会 反对无限上纲的这个行为的国会 支持行政院复议 县议员胡仁顺表示 民主得来不易 不要让民主开倒车 支持国会改革 那需要公开透明理性讨论 而市民代表天真齐和欧燕智也强调 立法院这次修法是修到人民 伤到人民 非常不公义 因此希望大家可以站出来 支持复义 支持视线 用民意守护民主 反对滥权 期盼大家用民意阻挡国会滥权 介络会换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